3月28日电影《拆弹专家2》在元朗风机箱的片场举行了开机仪式 刘德华 妮妮 刘青云等一众主演相继亮相 这是妮妮首次到香港拍电影 此次她将在电影中饰演反恐特勤队的总督察 坦记该角色 妮妮称自己非常期待拍摄这部戏 因为成为一名女特警是她从小的梦想 今次参演《拆弹专家2》让她梦想成真 第一次在香港拍戏 因为其实我还是很期待这个戏的 因为主要是一是因为我这个角色是反恐特勤队的总督察 我一直想演一个女特警 我从小别人问我你想做什么 我也是说想做女特警 所以这次算是一次圆梦 这也是妮妮首度与刘德华 刘青云两位影帝合作 妮妮称压力很大 但相处之后感觉像家人 刚开始的时候会很紧张会有压力 然后他们两个一直都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想要合作的演员 我说在这部戏里一次都合作了 但是后面相处起来觉得就跟家人一样 对我很照顾很好 据介绍此次妮妮在片中有大量的动作戏 与刘德华亦会有感情戏 对之后的拍摄 妮妮表示十分期待 她说粤语是她最大的挑战 索性在片场 刘德华常用普通话语气对戏 在港拍片速度很快 也对演员提出了更高要求 困难有的时候就是因为粤语有的时候听不太懂 但是华哥跟我演戏的时候 他都会尽量地迁就我 他会跟我一起说国语 这个我也在慢慢克服 对 慢慢克服吧 因为现在才刚拍嘛 就是他整体的节奏会比较快 我说就是其实这也是对演员 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我觉得这个我也是在慢慢地在找状态 希望能有最好的状态吧